十月份是充斥着鬼魔文化的万圣节 当不少人在这里扮鬼扮马的时候 有多少人知道魔鬼的真面目呢? 美籍华裔科学家吴孙伦博士 将会一连两集从圣经中有关撒旦的章节 揭穿魔鬼的来历和诡计 食破万圣节的圈徒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 天是诸天 其实上帝是做两个领域 一个是灵界 一个是物质世界 即是我们所谓的宇宙 宇宙就是时间空间 灵界就不受时间空间限制 那在两个领域里面 他都做了一些灵 是有生命的灵 在灵界里面 上帝就做了很多天使 有多少天使呢? 圣经没有说 但是有很多天使 圣经是形容万君之夜和话 很多天使 那他先做灵界 然后先做物界 那你问我 怎么知道呢? 约伯记来三十八章 头那十节 你看到 当上帝做这个物质世界的时候 他拉个地基的时候 天使看着上帝做物质世界 他们是喝彩 地上面有很多生物 神的心意做这个物质世界 主要是做地球 他地球是很多环境 是适合于生命的 不论植物 不论动物 上帝希望植物和动物 在这个地球上面 是生养众多 偏满全地 上帝就想做一件事 是有灵魂的 那这个就是亚当 和那个女人了 这两个人 首先被神所做 他是有灵的活人 有灵魂 有灵的人 就会用灵来敬拜上帝 我们有灵 是主要给我们 跟上帝沟通的 灵魂体是三样东西 灵就是我们的所谓心 有些人问你 你的心在想什么 又不是这个心状 是里面有一个心 这个就是灵 魂就是我们的意志 譬如有些人喜欢吃 喝咸豆浆 有些人喜欢喝甜豆浆 没有对遇错的 没有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思想 有些人喜欢穿什么颜色 穿什么服装 持什么手袋 什么鞋 各人都不同的 那这就是我们的魂 所谓魂就是我们的意志 动物是有魂 但是动物是没有灵的 所以 宠物是不会拜祖先 因为它没有灵 灵是用来敬拜的 我们的灵是用来敬拜上帝 我们的膝头是跪拜上帝 我们的口是用来赞美上帝 两个领位里面都有灵的活物 灵的活物在灵界就叫做天使 天使里面有三分之一 是跟随魔鬼 是背叛神的 这些就叫做堕落的天使 英文叫做fallen angels 这些堕落的天使也都叫做邪灵 将来他日子是会入地狱 因为上帝为魔鬼和邪灵 加起来是三分之一的天使 做了地狱 上帝没有为人设下地狱 上帝为人设下救恩 上帝没有为背叛的天使 或者邪灵 甚至魔鬼设下救恩 他们不能回头 他们知道的 根据什么经文呢 我们先看希伯来书第二章 第十六节 他并不救拔天使 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 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犹太人 那我们不是犹太人的外邦人 譬如中国人是外邦人 那我们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呢 保罗说是 我们信耶稣的人 就是属灵的属灵的利味人 我们信耶稣的人可以算是 已经在灵里面 属灵里面是受过割礼的 所以属灵里面 我们基督徒外邦人都可算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那就是说救恩是为信主的人而切的 那不信主的堕落的天使 他们是没有救恩 那我们要清楚明白 要搞得很清楚 在耶稣未降生之前 所谓救药时代 世界有两种人 一种是犹太人 一种是外邦人 到耶稣基督降生之后 所谓新药时代 或者因典时代 或者叫做教会时代 这个世界有两种人 一种是基督徒 一种是非基督徒 当教会被提之后 那七年大灾难 这个世界就没有基督徒了 因为地基督会阻止 奉主名去敬拜上帝 基督徒的名字不可以存在 弟兄姊妹这个名称 是不可以存在的 信主的人 主耶稣就在《马达芬》第25章 讲三个比喻 第三个比喻就是绵羊与山羊的比喻 那时候信主的人 又不是叫弟兄姊妹 又不是叫削徒 主耶稣叫他做绵羊 不信主的人 主耶稣称他做山羊 圣经怎么说呢 《马达芬》第25章第4节1节 《黄有向那左边的雪》 《里门者被咒座的人离开我》 《进入那为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 就凭这句话 凭主耶稣说这句话 我们就知道 地狱不是为人而切 地狱不是为不肯信主的人而切 地狱是为魔鬼而切 那为什么不肯信主的人 将来在永恒里面 是入地狱呢 就因为魔鬼要拉我们人去陪葬 魔鬼要背叛神 他要坐神那个位 那坐神那个位最威风 就被在灵界众天使敬拜 在密界 在这个宇宙 被众人去敬拜 魔鬼想拉我们去陪葬 魔鬼想拉我们去战尸底 所以不信主的人 就会将来在地狱里面受苦 而是无奇的 魔鬼有什么工作呢 其实整本圣经是上帝跟我们说的 神怎么创造科学定律 怎么创造这个宇宙 怎么创造万物 他的心意是偏满全地 生养众多 而造有灵的活人 神造人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人在物质世界里面 神在灵界里面 人有两个工作 阿当和夏威有两件工作 第一 生养众多 偏满全地 第二 就是在物质世界里面 代表我们的神 是管理海里的鱼 天空的飞鸟 和陆上的走仇 如果人不犯罪 我们人就不会死亡了 不过人犯了罪了 犯罪这个世界就属于魔鬼了 因为魔鬼 已经取得了这个世界 所以魔鬼叫做空中掌权者 那要看魔鬼的详细 怎样堕落神 怎样将他一级一级地变下来 就要听那个特别的节目 讲魔鬼的由来 但是我也要提到 魔鬼在历代以来 特别是主要所降生之后 他有什么工作呢 第一世纪 他有个暴君叫尼陆王 是罗马王 尼陆王就火烧罗马城 就是入了基督徒的数 那就是说 魔鬼的工作是使人的君王 去杀了全世界的基督徒 但是失败 在第二世纪 罗马王要烧掉所有的圣经 但是都失败 如果没有了圣经 我们就没有东西看了 圣经是很重要的 因为圣经的作用 是神所默示的 于教训 读责 使人归正 引导人学义 都是有益的 圣经不是被我们拿来骂人的 是引导我们进入真理 进入意义里面 第二世纪 要毁灭所有圣经的失败 到第三世纪 罗马王奥古斯丁 就信了耶稣 就叫基督教成为国教 那本来是很好的 但是魔鬼呢 他就不放假的 公众假期对魔鬼是不影响他的 那魔鬼不断地工作 结果呢 所谓罗马的国教呢 就将我们的上帝人化了 我们上帝是三位一体的真神 圣父 圣子 圣灵 旧约的犹太人是不知道的 先知都不知道 因为旧约时代 他称呼他们的神 叫做耶和华 耶和华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 但是他不知道 耶和华这个意思呢 就是自有永有的意思 当魔妻问神 你叫什么名的时候 神可以说 我没有名字的 只有我一个 自有永有只有我一个 创造者只有我一个 真神只有我一个 但是既然这样问到呢 神就回答摩西 I am That I am I am有两个解法 第一个解法就是 我是 第二个解法就是 我存在 上帝回答摩西 I am That I am 就是说 我存在 因为我存在 我存在 所以我存在 中文圣经就翻译 我是自有永有的 但永有不难明白 五十年不变 五百年不变 五千年不变 永远不变 这叫永有 但自有呢 就难明白了 我们的脑袋 只有两磅半装 出生的时候 一千亿老細胞 看一眼看东西 十五六个钟头 我们要教教诸 我们不能骄傲 我们懂得很浅 所以上帝用圣经来 启示我们 告诉我们 你们所信的神 是三位一体的真神 犹太人 在旧约时代 他们得救 因为他凭着 他凭着他的行动 行动就是 尽量守十戒 尽量守着他人的哲棋 他们敬拜的是 自有永有 而自有永有 希伯来文 叫做耶威 耶威就是耶和华 所以圣经说 耶和华是我的名字 其实我们称呼上帝 是称呼 自有永有那一位 没问题 因为只有他一个 自有永有 好吗